周杰伦演唱会线上重映的消息一出,迅速冲上微博热聊榜第一名。 5月17日,据主办方TME Live官方微博消息,周杰伦摩天伦2013演唱会,地表最强2019演唱会,将于5月20日21日。 在线上重映,截至5月17日晚22点,已经有超1000万人预约,已经6年没发专辑的他,靠什么挣钱? 据悉,重映活动是TME Live奇迹现场重映计划首场。 QQ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K歌,现已开启预约。 QQ音乐节目单显示,青花词,告白气球,道香等经典歌曲均将在演唱会中演唱。 说到底,是《回忆沙》的威力。 在网友刷屏的多个评论中,回忆,青春,童年成为关键词。 值得一提的是,不少网友表示,最近被刘光宏和他的魔性健身操刷屏了, 一听《本草纲目》就调剑反射想拍腿,并调侃道,答应我别唱《本草纲目》。 至于周杰伦的新歌,5月初时,周杰伦曾在网上发文宣布要推出新专辑。 而此前,周杰伦发布新歌《莫吉托》时,他曾透露,莫吉托之后暂时不会推出新单曲,再来就是新专辑了。 可以不买,我不靠这个赚钱。 出道22年,已近6年未出专辑。 周杰伦曾在一次演唱会上开玩笑说,我写了12首歌,听就好。 可以不用买,因为我不是靠这个挣钱。 而这句话背后是一首首筷子人口的金曲版权。 据悉,周杰伦的歌曲版权归属他自己创立的杰维尔公司。 2015年,杰维尔第一次授权给网易云,授权费用为870万,第三年便涨至1818万,翻了不止一倍。 之后,腾讯音乐以更高的价格买断了周杰伦曲库的三年内地版权。 但在2021年7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对腾讯做出责任,责任其解除网络音乐独家版权等处罚。 可以说,周杰伦依然是华语乐坛的顶流。 商业版图触及多行业,除了音乐领域,周杰伦在潮牌服饰、KTV、餐饮、电竞等多个方面都建立了自己的商业版图。 周杰伦酷爱潮牌与好友共同创立潮牌,目前已运营了16年。 周杰伦还与IDG共同创立了摩羯电竞品牌,在北京、宁波和石家庄开了店铺,在餐饮方面创立了茶饮品牌。 JT摩羯的茶并与摩羯电竞共同建立了一个极休闲娱乐加新式餐饮饮食加手游互动交友加新零售体验于一体的娱乐交友空间。 最火的概念元宇宙周杰伦也有布局,今年1月1日,元宇宙平台e-zik,联合潮牌Fantasy首次限量发售,NFT项目Pantabir,幻象熊。 单价约合人民币6200元,发行上线1万个,总价6200万元的NFT在开售后40分钟迅速卖光。 早在2021年10月,亚洲艺术代理商索卡艺术宣布将推出方文山与周杰伦联名款《庞克猫史厅青花瓷款》收藏品公仔。 据悉,本款公仔以周杰伦歌曲《青花瓷》为创作来源,由方文山亲手打造并且附有NFT防卫认证。 作为全球仅300件的限量版本,方文山表示,庞克猫史厅《青花瓷款公仔》第001号为周杰伦入藏,002号为方文山自留。 今年2月,周杰伦曾宣布将携手中国数字潮玩收藏平台博和MITS, 及国际拍卖行合作拍卖自己从未公开的经典歌曲Demo,音乐,数字藏品,此外,盲盒联名等跨界,它也都有设例。 好了,本期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很感谢屏幕前的你能够看到这里。 喜欢本视频的朋友们,欢迎在下方进行点赞,留言,订阅。